霍宇浩对唐三的心结 源自他对唐三所施加的不公待遇 和行为的恨意以及恐惧情绪 这其中包括唐三对他的抵制和限制 以及对唐武童过度的宠爱 和对他的偏见误解 这一系列事件和态度 给霍宇浩带来了难以消散的心理压力和阴影 甚至让他对唐三心生恐惧和不安 唐三的不公正待遇和针对行为 直接影响了霍宇浩对唐三的感情 唐三对待霍宇浩时 施加了各种考验和限制 决心阻止他和唐武童感情的发展 这些行为让霍宇浩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愤怒 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唐三的恨意 而当王冬尔的死亡与唐三的行为有关时 霍宇浩的恨达到了顶峰 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唐三的恨意和不安 综上所述 霍宇浩内心充满了强烈的恨意和恐惧情绪 这源自唐三对他的不公待遇 针对行为 以及对唐武童的溺爱和对他的偏见误解 这一系列的事件和态度 使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和无法磨灭的心理阴影 他对唐三的感情既表现出愤怒和憎恨 又充斥着恐惧和不安 亲爱的朋友们 欢迎您分享对此次问题的感受与观点 让我们一同探索交流思想 期待您的留言 也请给予我您的支持和鼓励